雷霆的微光连通天地 瞬间就贯穿维格斯的躯体 高举的铁剑更是刹那变得通红 然后断裂弯曲 炸裂的等离子火光和冲击 让伊恩都被吹得后退好几步 而空气中抽动着接连不断 宛如水波一般的青蓝色电弧 正是挫探牙铃能场域不断吸收周围电能的表现 说实话 伊恩本来并不觉得自己的这个计划有多少达成的可能性 真的会有人在雷暴的时候穿着金属铠甲拿着金属剑跑到一千多米高的崖顶 在雷与云中举剑战斗吗 怎么想都觉得很离谱啊 一般来说正常人都不觉得这个计划可能成功吧 但就是成功了 他也很意外 感觉就像是当初他给舅舅准备了一大堆陷阱 没想到对方还没碰到第一个就被撂倒了那样 雷霆的余波正在急速消退 搓探牙的基座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岩石 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钢铁骨架 铁裹着零能场域的电光正在急速被他吸收 很快 整个搓探牙顶端就在无半点电弧 这或许也就是为何此地可不雷暴的络绎不绝 但始终却无法改变山牙地形的原因 但也正因为如此 伊恩眉头紧皱 因为他看见 在那雷光披落的中心 有一个人影始终未曾倒下 那是一个浑身被白色铠甲包裹的独臂骑士 电流从盖制的外层流淌至大地 然后被搓探牙吸收 无法贯穿进内部 他原本的身躯表层已经被雷霆化作焦炭 破损的铠甲层层剥落跌下 但从血肉内侧新生而出的外骨骼却纯白如雪 只有双目所在的区域有两个深深的凹陷 黑红色的浑浊流至正在那里缓缓流出 但也很快止住 无声地怒吼着 独臂骑士缓缓抬起头 他已经无法看见 无法听见 甚至无法发出声音 因为他的所有外在器官都被雷电摧毁 可即便如此 那又如何呢 区区自然界的雷电 又怎配杀死一位第二能级巅峰的升华者 伊恩忽然感觉一阵毛骨悚然 因为那纯白的外骨骼人形已经将头颅对准了自己 纵然双眼已经被烧毁 但代表着灵能的淡白色幽光仍然从漆黑的眼眶中放出 投注在自己身上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能听见你的声音 放出错误消息误导我的行动 引导我的情绪 失去口 但却有贯穿两者心灵的私线传导思想 深受重创 维格斯反而平静下来的心音甚至带着一丝恍然 一路上 通过和导师的交流言语加强我的急迫感 令我处理好伤口后就匆匆上路 来不及思考更多 年轻的灵能者 你真是精通人心啊 如此感慨 维格斯抬起了自己仅存的左手 除却一些特殊血脉外 第二阶生滑者还无法办到半年以内的断肢重生 而金属的刀剑也无法在搓碳牙上使用 这只左手 如今就是它唯一的武器 而它正在变换为真正的武器 一柄骨直的长刀 发狼歇猪不会吐丝 但它的丝囊仍然存在 当自己的甲壳被击碎时 这种平日潜伏在地底的巨大节肢动物会释放出自己丝囊内的胶体覆盖在受创部位 并在短时间内硬化成不逊色于钢铁的无机制合成物 现在 维格斯将这种奇特的能力 化作战斗的技巧 而伊恩对此的回应 就是扔出几个轻飘飘的罐子 此刻的维格斯以零能印记聆听周围的声音 判断周围的情况 他能听见 那几个罐子中摇晃的 是一种细腻的沙尘 是毒吗 还是混小粉末 但很快 随之而来的爆炸震荡 令他正在聆听的他感觉大脑一阵颤抖 轰 被伊恩扔出的小罐中 储蓄的是少量的火药和饭精砂 而底部铭刻有用于点火的十二号铭文 原本催动铭文需要填充光莫充能 引动自然灵能的力量 可搓碳亚本地就是一个大型自然灵能场域 复杂的铭文在这里将会难以运转 但简单的铭文却会自动充能 无需光莫 只需轻轻摇晃 铭文便被激活 然后火焰燃烧 高热气体膨胀 紧接着泛精砂升华 释放出炽热的等离子体 一道道小小的闪电在维格斯周身爆炸 虽然没有炸开对方白色的骨甲 但近在咫尺的雷鸣仍然让骑士一时间难以动弹 痛苦地弯下腰 伊恩从地上拾起西利亚德的重渊铁剑 这并以他的角度来看 应该叫做炼金乌太极和金重剑的长剑显然也会引动雷击 但在预知世界中 它的颜色还是深沉的紫 而雷击降临的征兆代表红 只要在红色彻底覆盖紫色之前将其抛在地上 就不至于被雷电劈中 所以他毫无顾忌地举荐 朝着维格斯刺出 理论上 如今的骑士失去了双耳 灵能感知也因为小型犯精砂炸弹而被干扰 既看不见 也听不见 更无法嗅到闻道 但维格斯却在本应彻底失去四感的情况下突兀地抬起头 看向伊恩所在的方向 当 古刃再次与重剑触碰 可这一次 重剑的持有者力量却并没有之前的主人大 是古刃将重剑荡开 伊恩睁大眼睛 他手腕转动 很快就重整架势 横剑挡住维格斯追击的一道斜斩 沙凯学徒带来的身体素质增强 令他稳稳地挡住了这一击扣击 但却因此被撞得滑退几步 维格斯身形如同白色闪电 他急持追击 左手骨刃在半空中带起一道道弧光残影 精准地朝着伊恩的脖颈 胸腹以及小腿掠去 这波涛三连斩可以借助敌人格挡的力量连续发动 第一个目标没有达成就转向下一个 倘若只想着挡住一剑 结果就是被拦腰斩断 亦或是被截断双腿 伊恩借着之前被砸退的势头向后退 步伐稳定扎实 而手中常见上下翻动 以最为简单质朴的方式 硬生生凭借预判 连续挡住了维格斯的三次斩击 此刻 少年已经发现 位于维格斯头颅双侧 原本耳部的骨甲并非是一整块 而是近乎风扇铃甲一般 层层叠叠的细微结构 空气的振动 风吹拂的方向全部都被这个耳窝骨感知 然后传递脑后的神经末梢处 令其事仍然可以听音变味 凭借触觉 听觉与原质反应继续与自己战斗 就和自己当初在雨中进行的训练那样 伊恩沉默地想到 经过训练后 他能做到在不依靠视觉和听觉的情况下准确地接住西利亚德扔出的所有沙包 维格斯作为记忆已经抵达大骑士 甚至有潜力晋级第四能级的升华者 自然也可以做到 甚至可以在只能听见模糊声音的情况下和自己对见 甚至轻易压制自己 他也是天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